最後懶人報帶您來關心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驚爆A型流感群聚 原本保育總隊接受國家文官學院的委託 從這個月開始進行警左生警症的訓練 不過課上了兩個禮拜卻傳出有學員確診A型流感 之後清查發現一共有九個人遭到了感染 另外有六個人也出現了疑似的症狀 就怕一起受訓的一百九十名學員 會暴露在流感的風險之中 保育總隊除了加強消毒 第一時間也讓生病的學員回家休息 強調不會扣操心分數 原本是負責警察教育訓練的保育總隊 如今就爆發了A型流感的群聚感染 上次這一間主要的教室除了要用酒精消毒之外 所有的學員也全面換換教室 把原本上課的教室空出來 換到一樓比較通風的空間 就是因為這個月十九號 一名來自桃園的高姓學員 突然出現巴燒肌肉酸痛等症狀 確診是感染A型流感 接著二十一號又發現同期的學員中陸續有人確診 最後同期一共有九人感染 另外有六人有疑似症狀 請他們來究竟做請假做隔離 他們狀況都已經改善了 今天他們也能全部回來上課 不只在電梯門口放酒精 讓學員加強手部消毒 還要量測體溫 其實保育總隊從這個月八號開始 接受國家文官學院委託 代訓警左身警政 一共有190人參加圍棋四周訓練 沒想到課才上兩周 就驚爆流感群聚 在沒有吃退燒藥的情況下 他就沒有發燒 然後超過二十四小時的話 是可以回到他原本的工作崗位去 我們會監控八天 加起來就是到七月三十號 近四周有四十九體群聚 不過大概八成以上都是A型流感 就上一周的類流感 門急診人次是七萬七千人 因為台灣未除亞熱在地區 一年四季都有流感 根據機關書統計 目前流感重症案例當中 有高達九成的患者都沒有打過流感疫苗 另外疫苗的保護力 大約只會維持半年左右 特別是年長者以及孩童 也建議要適時接種 才會達到最好的防護效果 記者五天的一心特别報道